我是科里叶特阿爷 我出生在美丽的大草原 父亲只是个小小的园外楼 我十三岁那年 参加了内务服的选秀 结果被雍正嫡干中 将我赐给了红利 做了一名侍且哥哥 在红利继位之后 我入宫被封为了贵人 可这贵人的头行 都比不上宠在身边的宫女下落 那时候的我 也已平成了好闺蜜 我们互相依靠 互相取暖 在这紫禁城里 小心翼翼地活着 可偏偏不巧的是 我竟然怀上了笼子 我不敢让高贵妃知道 我只能假装生命 不去请问 可高贵妃 却没打算放过我 带着太医强行给我惯腰 好在一平请来了皇后 才保住了我腹中的胎 可一平却因此得罪了高贵妃 在宫门外被宫女当众长嘴 可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访 没有一丝反抗的能力 只剩下我孤立里面一个人 从那天之后 我开始变得唯唯诺诺 连宫门都不敢卖出 一心只想着胎儿能顺利讲声 可我还是看清了人心的险恶 我以为闭门不出 就能抵挡责奈与阴谋 人气吞声就能够苟延残喘 可在这储位之争 波涛汹涌的后宫 身怀龙四 怎能不经受考验 高贵妃派的小太监刺上我 多亏了阴若及时赶到 才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 皇后解我可怜 让我搬到了长春宫居住 那段十日 是我过得最开心的时候 我再也不用担心被人算计 可我没想到 皇后刚刚出宫礼服 我肚中的孩子会提前生产 我经历千难万行 生下了勇气 可她却全身惊慌 高贵妃更是抓住了机会 要将我们母子活埋 若不是阴落的拼死阻碍 等到了皇上的圣段和庇护 恐怕这世间早没了我们母子二人 对于阴落的这份恩情 我始终能及于心 皇后回宫之风 为我起来了恩典 我成了一公主 可以独自抚养我的孩子 可是这份安宁并不长久 皇后失去永仇 在紫禁城一跃而降 我选择去投靠了纯贵妃 我在她面前卑躬屈膝 只为自己和年幼的孩子 寻求短暂的庇护 可阴落为了给先皇后报仇 竟一跃成为了皇上的宠妃 纯贵妃担心阴落的报复 让我一次次地去陷害她 可是我知道 一旦实行败路 纯贵妃就会将我拿去顶罪 为了保住勇气 我来到了延禧宫 希望阴落能与纯贵妃和解 可直到这时我才知道 先皇后的死 是纯贵妃一手造成的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像一根利刃般 狠狠地刺入了我的心 从那一刻起 我便决定了要报复纯贵妃 我利用自己的儿子诬陷殷落 我知道殷落一定能够自诊清白 最终在夜天是个诊之下 发现勇气腹中 有很多未消化的人生片 才导致勇气一直昏迷不醒 我也不再犹豫 当众使出这一切 都是纯贵妃之事 皇上一气之想 将她比为了答应 而我则是被宋出宫修行 勇士不得回敬 在我出宫之前 殷落找到了我 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告诉她 我从不是一个受宠的妃嫔 但是我从没忘记 先皇后与殷落的恩情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 去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我将勇齐托付给了殷落 因为我明白 勇齐需要的是比我更强大 更坚韧 更善良的额娘的庇护 随功上下 唯有魏英洛 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的对象 请体谅一份 做母亲的心情 守护着一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